不是所有人都適合生動飲食 如果你是肝腎功能比較不好的 或是糖尿病患者及孕婦的話 最好是有醫生或是營養師的指導下 再來執行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沖哥 那上週開始大家都知道 我的生酮狀態不穩定 所以本週呢我一樣繼續努力 不過剛好呢之前買的 鈣美新定的營養補充品已經到了 因此本週呢就順便實測 如果睡前吃鈣美新定的話 能不能夠有效的幫助睡眠 那我們就開始吧 OK今天是生酮第50天 好我們來血酮血糖測量 好 血糖87 桶體0.7 這樣GK還是6.9 OK那我們來提供測量 體重 體重 67.8 體脂 20.3 內臟脂肪9 變態24.9 紀錄再血1579 OK OK 今天早餐呢 一樣是昨天晚上的那個炸雞 然後加上一個 燻雞沙拉 就這樣 那很明顯喔 今天早上體重居然上升了 不知道0.8還0.9公斤 我覺得 有點誇張喔 那就先這樣 我們就繼續觀察 OK OK 今天早上呢 因為體重上升喔 所以覺得心情有點差 那今天晚餐呢 我就吃三隻 用氣炸鍋烤的雞腿 看我們體重有沒有辦法 在精實一點的 生酮狀態下 恢復正常 OK OK 原本呢 本週我是要測試 我買到的那個 蓋美新定喔 想說那個 睡前吃 然後看會不會睡得很好 所以沒想到 今天晚上 又開始全身痠痛跟頭痛 我在想 會不會其實我 我的生酮狀態一直都沒有很好 所以今天早上測量體重的時候 才會 上升了快1公斤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 再減少探索 讓生酮狀態穩定 不過呢 這個蓋美新定我還是照吃 這也能證明說 為什麼上週我其實還蠻好睡的 比較少出現就是 失眠狀態 那今天要出現了同流感 所以我在想 接下來應該就會開始 比較不好睡 所以呢 我現在就先吃 看這一次要吃多少 他是說一天可以吃兩定 OK 那我就每天睡前吃一定 試試看 就這樣 哈囉大家早 結果昨天晚上我不是頭痛全身痠痛嗎 然後我吃了那個蓋美新定 居然 欸睡得著耶 然後我覺得睡得還不錯 OK 那我們來 血糖 血糖測量 只是體重上升 感覺好像 之前的都毀了 希望只是肝糖 這也就是我們要先維持生酮狀態到 慣性低於導速狀態 也就是 當我的血糖上升的時候 我們再開始測試 碳水的耐受力才對 而不是 剛開始 欸穩 穩定了一下 就馬上測試 現在好像很容易破頭 有可能是這樣 因為大家都有發現嘛 最近我的血糖其實都還算是 跟 正常的一樣 也就是 我的 胰島素 並沒有 開始低分泌 因此 上禮拜 吃到鳳梨 欸 一下子就 改變狀態 然後 接下來我可能又有喝拿鐵 然後 整體就是沒有調整好 這樣子 好 同體0.9 血糖88 因為 像我之前 第一導速狀態的時候 血糖好像都要 都要快要到100這樣子 目前的猜測 我都不知道 這樣GK是5.43 好 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 67.6 體脂19.8 內臟脂肪9 變耐24.8 記錄大學1578 OK 好的 今天早餐呢 我是用氣炸鍋炸了一隻 雞腿 跟一片 鱈魚片 以及我昨天去全聯看到了一個 很不錯的是 UCC的黑鴛鴦 它是 紅茶加上黑咖啡 就這樣 今天晚餐呢 因為很早就餓了 所以呢 欸 我就直接用一條無鍋魚下去氣炸 中間呢 我塞一些泡菜 然後 烤完之後 外面再加一些泡菜 就這樣 OK 剛洗完澡要準備睡了 所以就吃一顆 蓋美心錠 就這樣 拉澡 今天是生酮第 52天 那昨天晚上呢 欸 明顯的好睡 OK 那我們來 血糖 血糖測量 不知道是因為我的生酮狀態不好 還是因為 那個 蓋美心錠 真的有用 好 好 血糖86 同體1.2 這樣GKI是3.98 非常好 好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67 體脂19.7 內臟脂肪9 BNA24.6 G5大學1569 OK OK 今天早餐呢 我是用前幾天的那個 麻油雞湯底 然後加上兩隻雞腿 及幾顆鴨肉丸 還有一些凍豆腐 及一包那個黃豆芽 就這樣 OK 今天晚餐呢 一樣是早上的那個 麻油雞腿湯底喔 然後呢 我又加上一盒牛肉 跟一些豆皮 就這樣 OK 那差不多時間要睡了 所以我就吃今天的蓋美心錠 就這樣 OK 今天是生酮第53天 欸 報告一下 昨天晚上呢 好睡喔 OK 目前感覺起來是 滿有用的 好 那我們來 血糖測量 好 血糖87 銅體0.7 加上GK還是6.9 OK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 67.2 體脂19.9 內臟脂肪9 BMI24.7 基礎代學1571 OK 今天早餐呢 是點外送 我點佳樂福的 兩隻烤雞腿 跟 五隻柳葉魚 就這樣 OK 今天晚餐呢 我是點了一份 鮭魚刺身 然後一份那個 烤牛肉串 及一片炸豬排 就這樣 OK 又要睡覺了 那我要補充我的 蓋美心錠 就這樣 大家早 今天是生酮第54天 昨天呢 好睡 真的好睡 所以 那我們就來血糖測量 近期都滿好睡的 代表那個 蓋美心錠好像滿有效的 好 血糖101 重體0.4 ㄟ 還要賣火錐 火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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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沒關係 那我們一樣 今天再更仔細的計算探水 好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 67.1 體脂 19.5 內臟脂肪9 BNA24.6 記錄單圈1571 OK OK 今天呢 要來個不專業生酮小教室喔 那一切都是我想像中的食物 OK 那我們就來製作 那我準備了呢 有一塊 板豆腐 然後下去 冷凍變成凍豆腐 以及一份絞肉 一顆蛋 還有那個 一片起司片 那我們就開始製作 首先呢 我們先把板豆腐打開 更正 是把那個 凍豆腐打開 因為凍豆腐 裡面有很多水 所以我們先把水倒掉 好 我先去倒水 好 稍微擠一下一下 把凍豆腐裡面的水都擠掉 OK 那接著呢 我們就 把凍豆腐 裝到袋子裡面 接著打開絞肉 把他們混合在一起 好 用手捏 把它捏碎 好 感覺混合得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加上一顆蛋 在火車 來 再火車 好 感覺差不多囉 OK 那 接著我們就先放著 那我們就來製作 要放進氣炸鍋的盆子 首先你就拿一個盆子嘛 然後我們撕下一塊 那個... 錫箔紙 大概跟你的盆子差不多大 大概跟你的盆子差不多大 然後壓出那個痕跡 OK 那我們就可以把那個... 錫箔紙的盆子 拿起來 盆子用好之後呢 我們上面上一層油 然後呢 接著把你的那個... 這個肉餅呢 我們把它分一半 所以我們在邊邊角角這邊 開個洞 然後擠出大概一半 好像不黏耶 可能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沒關係 我們去拿個袋子 把它撐清一下 好 不管啦 就先把它壓平吧 OK 那我們就再... 放上一片... 起司片 接著呢 上面我們再鋪一層 看不要用雞爪了 我們直接用手把他用了一顆... 圓圓的肉餅 好 那我們把他壓起來 好 那就這樣 那我們就拿下去氣炸鍋 看大概是... 180度 10分鐘 OK 那180度10分鐘之後呢 我們再看看 就這樣 OK 好好了喔 那就這樣 絞肉 起司 蛋 凍豆腐 能多難吃呢 OK 那我們就來試吃看看 非常好吃喔 缺點就是不夠鹹 但是因為有加起司片 所以還可以接受 OK 就這樣 那如果大家想要是鹹一點 可以再加一點鹽巴 就這樣 OK 今天晚餐呢 是買鐵板燒 我點的是香煎鱈魚 然後他還有高麗菜 豆芽菜 然後我加點3克的包蛋 就這樣 OK 今天比較忙喔 差不多要睡了 那我就來補充我的 蓋美心地 就這樣 OK 今天是生酮第 55天 誒 昨天晚上呢 有比較難睡一點 但是還算OK可以接受 那我們來血統 血糖測量 血糖100 同體0.5 那我昨天晚上我是有發現 雖然他的營養標是上面沒有寫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澱粉有多少 但是我發現他的成分裡面有澱粉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呢 那我們再觀察看看 好 那我們先來體重測量 體重67 體脂20.8 內臟脂肪9 B&I24.6 記錄在學1563 OK OK 那今天早餐呢 因為家人點早餐店喔 所以我也不知道能吃什麼 因此呢我點了4顆荷包蛋 然後 兩份熱狗 機 一份那個麥克雞塊 就這樣 今天晚上呢跟家人去祭園 川菜餐廳吃土雞湯喔 那還有點一些小菜 例如 張茶鴨 牛肉豆干絲 和羊肚絲 及豆腐 那我除了明顯的碳水不吃呢 其他多少都有吃一些 就這樣 OK 我要睡覺了 所以我要補充這個 蓋美清定 就這樣 那最近 生酮狀態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在想我都不知道到底是 因為吃了蓋美清定好睡 還是因為生酮狀態 不好 因此 才不會 睡不著 大家早 今天是生酮第56天 那昨天晚上呢 蠻好睡的 好 那我們來血酮血糖測量 好 血糖80 酮體0.3 欸 真的很奇怪 我真的沒有吃什麼 碳水啊 OK 那我決定呢 今天晚上開始就先不要吃這個 什麼 蓋美清定 因為它雖然營養標示上面沒有寫碳水 但是我看到它裡面 有加糖 有加 巨糊筋啊 然後麥芽糊筋啊 酸醋 鋰澱粉 反正 我目前猜有可能真的是 因為這個地裡面有加澱粉 所以才會讓我生酮的狀態下降 暫時也不知道 沒關係 那我就暫時先不吃 等我那個 恢復生酮狀態之後 我再看你吃 OK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 67.6 體脂 9.4 內臟脂肪9 變態24.8 紀錄代學1580 OK OK 今天午餐呢 我點的是麻油肌綜合 那就這樣 所以我今天應該就只吃這一餐吧 OK OK 這是本週實測的圖表 那很明顯喔 本週我的生酮狀態 確實還是不穩定 因為你看 它有從0.7 1.2 又到0.4 0.3 感覺呢 只要攝取的碳水有點多 它馬上就改變了生酮狀態 而且 乾糖恢復的很快 因為上禮拜最後一天啊 白天喝拿鐵 晚上吃炸雞 欸 隔天馬上變成67.8 達到我最近最重的狀態 但是經過禮拜一禮拜二 限制碳水之後 欸 禮拜三要降回了67 也就是說 我的乾糖 消耗的快 恢復的也快 在影片裡面呢 雖然我感覺可能是 蓋美心電影影響我吃酮狀態 但事實呢 好像不是 因為在我剪片的時候我發現 欸 反而比較有可能是我禮拜三吃的東西 也就是黃豆芽 因為我上網查了一下 黃豆芽其實碳水應該是蠻多的 雖然說它並不是說真的非常多碳水 但是以蔬菜來說呢 它的碳水確實是比較多一點 那再搭配上我目前的生酮狀態不穩定 所以 碳水一多 馬上就恢復了乾糖 馬上就有影響了生酮狀態 那為什麼會說 反而比較不像是那個 蓋美心電影響 因為我每天都在吃啊 那為什麼禮拜三體重還能消耗掉 所以 後來想一想 很有可能並不是蓋美心電影響的 那禮拜天上升到了67.6 比較有可能是因為 我當天晚上跟家人去吃飯 因為我只是明顯的碳水不吃 一般不明顯的類似勾芡 什麼的 因為我生酮狀態不穩定 所以我一次馬上吸收到了乾糖 因此體重才上升到67.6 不過呢 因為你看 我禮拜三 禮拜六 體重都到67 也就是 其實我目前 並沒有上升 只是乾糖的多寡影響我的體重 因此並不用太擔心 所以主要呢就是 大家要注意 如果你在生酮狀態不穩定的時候 任何碳水都要非常小心 因此你就必須要再堅持下去 等你的狀態穩定 你再開始測試你的碳水耐受力 OK 那以上就是本週的總結 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訂閱 按讚 及分享 如果想減肥呢 記得去看我之前的 實測生酮減肥影片 好 那我們就下週見 掰掰 掰掰 by bwd6